欢迎收看今日看天下 天下尽在你手中 大家好我是海翔 非常高兴又可以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星期五 由我们这个招牌单元三星一役 欢迎所有观众朋友 还有网友们呢 跟我们一起的这个拿出纸跟笔 待会做做心理测验的题目 今天心理测验的题目很贵哦 大家待会看了就知道 跟我们一起玩一玩 那说到今天这个节目单元 内容依旧是非常精彩 在昨天呢 我们今日讲一讲这个环节当中呢 哇 昨天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们 跟观众朋友在底下留言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支持这样的一个单元 但是呢 小弟有个小小的这个要求 咱们是这个言论自由的 这个民主国家 你要发表任何的意见呢 我都是非常尊重 但是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声音的话呢 我希望大家呢 可以把它讲清楚 而不是四个字哦 胡说八道 就以偏概全了 到底呢 我是哪里胡说八道的话 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把它讲出来 点名出来 那我一定会虚心接受 以后会把这个单元 做得更好 更精彩 那今天这个单元 我们会讲讲 维多利亚的秘密 不再是秘密 这个老牌的这个内衣品牌公司呢 它其实碰到了是这个文化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它怎么转型的呢 待会说给大家听 另外我们今天另外一个单元呢 就是这个金柴凉汤啊 这个单元呢 哇 我告诉你 今天介绍这道美食呢 这个真酿番茄 是第一次我看到之后 我觉得我想要做 我有信心做 而且我会做得很好吃 而且我一定会在家做的一道美食 待会呢 请所有的观众朋友 还有网友们 跟我一起来学这道菜 所以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精彩 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 接下来跟大家讲的这个警告警告 要跟大家稍微警告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呢 从昨天开始 到这个周末 明天星期六的这个下午 PGN1呢 其实已经宣布 就是说有一些地方 特别是在我们湾区 会有这个停电 断电的这个可能性 而这个可能性呢 地区包括像是Contra Costa Alameda县 还有Napa等等 那目前呢 已经是有一些地区 是有断电的这样的状况了 最主要就是因为天气干燥 可能会增加这个所谓的山火啦 或者是火灾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PGN1呢 有发出这样的一个安全性的 这样的一个警告 那提醒大家真的是 如果说真的是断电的这种情况的话呢 要先事先准备好断电的一些物资 包括你自己的个人用品啊 还有停电上所需要用到一些东西 特别要稍微准备一下 而另外呢 这个加州的这个我们州长呢 这个服务部门 其实也开始动用了全员全体 准备来应对这个山火发生的可能性 而这个PGN1呢 它本身就有1600个这个气象站 跟600到1000个这个摄像头 都会随时观测我刚才说的 这些地区发生山火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还是要把这件事情稍微带给大家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来看看我们这个旧金山联合学区 这个在今天这个董事会呢 在今天下午大概5点钟左右 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据说是会有一个人辞职 那这个人辞职到底是谁 大家就在猜 因为目前只是这个新闻流出来了 所以大家就猜 应该是这个学区的总监 Matter Wayne 他呢有可能会辞职 因为他本身 基本上呢 他的一些做事风格 包括他处理一件事情 就是要关闭学校 或者合并学校 这件事情 其实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包括市长布里德 其实都不挺他 都说他已经对他这个领导 能力的失去这样的一个信心 那针对他有可能会辞职的这件事情呢 有一些家长就说呢 这个是你在逃避责任嘛 你现在把这个问题烂摊子 丢到这边 你就要辞职 可能好像不负责任 另外一些家长觉得说 其实这样的话呢 董事会呢 可以再更好做出一些决定出来 所以到底呢 这个最后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了 所以可以关注这件事情的朋友们 可以稍微留意这条新闻 再来看看同样也是这个校区 但是在欧克兰 欧克兰这个联合学区呢 在明年2025年的时候 他可能会面临9500万的这个赤字 好 这两个学区都没有钱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钱到底跑到哪里去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呢 这欧克兰这个联合学区这边的问题就是说 他在20年前 他拨了一笔的这样的大概是将近 1亿美元的这个紧急贷款 可是在当时呢 他们那个错综复杂的这个财政问题 导致了这个好像这个钱最后还短缺了6300万 怎么会这样子就一来一回还反而还缺了6300万 那到底这些钱跑去了哪里 当时就有人在质疑 所以这个历史一直演变到过程 到现在也是造成这个学区 在明年可能就会有950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赤字发生 好了 那这些钱 其实补助的这些钱 它并不是用在这个老师跟学生之间身上 它是用在这个顾问啊 或者是中央办公室的这些钱 钱是花在这个身上 顾问顾问可以顾而不问 你领这些钱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然后办公室需要做这么fancy的这些装修 或者是一些upgrade吗 对 这个都很有一些争议 所以它本身联合校区里面 大概就是有很多这个钱上面一些问题 所以也被大家为人诟病就是这样子 那总监的这个薪酬 大概还是60万美元一年 这个钱需要领的这么多吗 这些都是大家争议的部分 好 这个是一条校区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连带的想想看 这个旧金山跟欧克兰的学区 好像都有这个财政上的问题 另外一条消息就是Elon Musk 他其实正式的就摆明宣布 他就要支持这个川普特朗普嘛 对不对 他成立了这个美国政治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呢 其实是他创立的 而且他之前还就是投了 大概7500万元 要来帮助这个特朗普胜选 那最近他们的这个动作 就是在这个宾州 我昨天其实也说过说 其实这一次这个大选当中 有7大摇摆州 宾州呢 他是重中之重的一州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知道说美国选举呢 他不是一票一票这样计算 他是谁赢的那一州的话呢 他就那个选票 选举人票他就全拿 所以现在呢 两位候选贺锦丽跟特朗普 他们在宾州的这个差距 大概就是只有1% 以至也就是说呢 这个Elon Musk非常火力全开的 在这个地方 要帮这个特朗普来助选 那以现在全国的民调来说的话 目前贺锦丽好像还是领先了 这个特朗普大概2.5%的 这样的一个百分比 但是这个都是在误差范围当中 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带大家 关注这样美国大选的这个选情 因为真的马上就要到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新闻消息内容 希望你会喜欢 那待会呢 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单元内容 会带给大家 现在就是1磅 那就是9.99一袋的 而它最贵呢 有这一款 就是已经是帮你切完细的红萝卜 那它就是2.99一袋 10盎司 我们今天来到Cupertino的超市 看看这家的红萝卜的价钱 那刚才看这种普通的Jumbo Carrot 就是这一种红萝卜是9.99一袋 那只好大一路行 都算新鲜的 其实都 还有呢 你看这些外装的红萝卜 有这些1.99一袋 也是有这些小小小的1.49一袋 我今天来到Fremont的一家超市 就准备看看红萝卜的价钱 那我找到这一只红萝卜 就是目前我找到最便宜的 就是1.75一袋 那就是这一只 那没有贵一点的 我可以走过去看看 那贵一点的那个Section 就是贵的Section 那就是它的价钱呢 就是2.99一磅 那这一只就是自然的了 今次来到日落区的一间超级市场 看看红萝卜的什么价钱 今次最贵的是 3.99一袋的有机红萝卜 每袋是2磅装的 那就是大约2.1磅 今次最便宜的是 4.99一大袋的红萝卜 一袋是5磅装的 即是每磅是大约1元左右 好 今日看天下 天下尽在你手中 接下来就是我们仇恨边缘的这个单元了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假西文再加上AI的话呢 那个细致度喔会以假乱真 你根本没有办法分别出来 但是在大选年 这些假新闻特别的多 那受众群体跟这个假新闻 到底是鸡身蛋蛋生鸡的关系 到底这个关系是谁先提供 还是谁先想看而产生出来的呢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来宾 怎么告诉我们这个答案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仇恨别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特别嘉宾 就是华人权益促进会的 中文数字互动项目经理 金霞金经理再次欢迎他 我们聊了好几集 其实非常开心 就讲到一些很细的一些内容 其实我们知道说 从这个假新闻 再加上AI的产生 更多的假新闻 更细致的这个假新闻 精致的假新闻 让我们非常难区别 可是你觉得整体 这些假的讯息量 跟今年的这个政治大选年 之间的一些关系 你觉得是一个鸡身蛋蛋生鸡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两者确实是像您提到的 它是一个 就是很难说是谁在前 谁在后的一个关系 但它也确实是一个互相促进 互相就是彼此增长的 这么一个overall的一个关系 那么怎么 为什么会这么说 它是彼此来影响和促进呢 就是那么我们会看到 这个我们的假新闻的监测呢 比如说从我们中文数字互动项目 从2020年我之前提到 就开始做在微信上 第一个事实核查栏目 然后之后我们这个发布了 这个P8的事实核查网站之后呢 又开始系统的做这个 假新闻的数据库 然后我们监测到的趋势呢 是每一次到了大选 比如2020年大选和2022年中期选举 到今年2024年 每一次只要到了选举季 假新闻的数量就会 至少是两到三倍的迅速的增长 所以呢 大选呢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大选期间 尤其是今年的2024年大选 它是一个非常牵动人心 非常就是有很多这个突发重大新闻的 这样的一个大选 就尤其是像今年7月份 那有多条的像拜登退出了 这个总统候选人的竞选 然后贺锦丽 Kamela Harris成为了总统候选 然后包括川普在7月份遇刺 所以这种 这多条爆炸性的重大新闻 都会导致在华人社区呢 因为语言的问题 包括新闻本身的滞后性的问题 导致一个信息的短暂的真空 那么在这样的真空期呢 就会导致各种的阴谋论和谎言 和假新闻 就会迅速的在社交媒体上滋生 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你说 这个碰到大选年 这种所谓假新闻 会成比例的这样的一个上升 后半段就是说 这个假新闻成比例上升 但是仇恨暴力事件是有下降 还是也是跟着上升 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是它是下降 比例虽然上升 但是它仇恨暴力的例子 其实它是下降的话 那代表选民读者 它更有智慧 它已经知道 大概要怎么区分 那如果说也是按照 同比例上升的话 那可能这个问题 还是非常非常大存在的 我们所发现的是 当线上你观测到的 就是 尤其是在大选期间 在今年的大选期间 就针对比如说亚裔和尤其是anti-China 针对华裔的一些政治言论 在仇恨原来增加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这个 Stop API Hit 我们记录到的 就是像我们报告的这个 社区内的这个仇恨 歧视的这样的事件 是同比例 是在增长的 是在增长的 对 所以 所以它 但 这肯定其实也是 我觉得是 就是 make sense 就是 如果你在线上看到的 尤其是在今年 在 很多 你知道 在这个 政治候选人 他其实会 就是会直接的针对 亚裔和华裔社区 来发表一些 这个歧视性和仇恨的言论的时候 那么很自然的 就会 就会 就会引发这样的 到现实中的连锁效应 那么我觉得可能 最直接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那么我们自己社区 我们都很清楚 像2020年 当 当川普说 我们这个新冠病毒 是这个China virus 对不对 那就引发了 长达两三年的 针对亚裔社区的歧视和攻击 那当时我们 华人全英促进会 甚至收到了 就是说 有人就 就写纸条 写邮件给我们 就说 你们中国人生吃蝙蝠 所以是你们中国人 把病毒带给了全世界 对 所以你想 这样的中国人生吃蝙蝠 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所 这样已经不是 假新闻的问题 它当然不是真的 但是它同时是 深深的根植于 对移民社区 对华人社区的仇恨 今年这个 前两周的 这个总统辩论里面 我们都知道 前总统川普 提到说 这个Springfield 海地移民 会吃猫 吃狗 对不对 然后它尽管 已经被论证 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但是呢 Springfield的居民 仍然会 就是很多人 会感到不安全 没有办法去上学 然后没有办法去 甚至有人会砸破 他们的窗户 对不对 就是整个 就是现实中 真的会遭到 这样的暴力攻击 那么其实我觉得 这个我们华人社区 真的会要 非常的警醒 因为 因为 其实你 当它攻击说 海地的移民 吃猫吃狗 你设想一下 我前两天 刚刚这个周末 参加了 就是我们 Membrade的 就是中秋聚会 庙会 那么 只要有一个人 散播说 你们中国移民 吃猫吃狗 设想一下 我们整个 Chinatown 和Membrade的 华人社区 是不是也会遭受 像海地移民 今天 现在正在遭受 这样的暴力的攻击 和歧视呢 所以 这是为什么 我说 当大选期间 关于总统候选人的 对于某个社区的 歧视性的 不实言论 发表的时候 它的危害 真的是会切身关系到 我们移民社区的 每一个个人 有时候那个影响力 你不见得可以 预料得到的 是的 真的是这样子 除了我们聊了 好多的就是 这个假新闻 有制造这些仇恨 跟暴力的事件之外 您觉得 现在在社区当中 还有哪些形式 其实也是影响到 我们自己的人身 一些安全 或者是多了一些 仇恨暴力事件 那么 我觉得呢 现在 我自己非常担心的呢 是第一个呢 就是 将我们的 就是不同的少数族裔 之间对立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宣传 或者说一些叙事 尤其是在一些 右翼的这些 主流媒体传播过来的 这些所谓的 propaganda上 那么它除了用移民 这个议题 来做这样的一个 煽动仇恨之外呢 它还会用一些 比如说像 2022年中期选举之间 我们会 就是英文的 这个邮件 就是很多 这个亚裔名字的 这个 family name的 这个用户呢 都会收到说 拜登政府呢 在 在这个 允许呢 你去来 相当于去 很多政府机构呢 去指招收 这个 非裔 黑人和西班牙裔 他们是在公然的 因为因此 拜登政府是在 公然的歧视 白人和亚裔 你会说到英文 这样的 mail list 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怎么样 用煽动少数族裔之间的 对立和仇恨 来将这种仇恨 具体的传达到社区 甚至呢 就会引起 就是很多社区 比如在疫情期间 我们批谣吧 在微信和我们网站上 做的一条事实核查 叫做 攻击亚裔的 都是黑人吗 假的 这是绝对不是真的 我们的数据 没有办法支撑这一点 我们作为 所有的少数族裔 我们是正是最需要 就是彼此团结 互相支持 共同来为我们少数族裔 谋取最大利益的 在整个这样一个 美国这样的一个 多种族的社会 那么另外一种形式呢 就是 我最比较担心的是 持续的 因为我们是华人社区 就是在当今呢 因为大选期间 就是对 就是美国的政客 持续的 针对就是华人的 就是anti-China的 这种各种政治言辞 我们其实之前 已经谈到很多例子 但是呢 比如说今年有 这种趋势呢 在增加 就是因为比如说 我们会看到 在德州 在佛州 会出台了 禁止中国人买地 这样的歧视性的法案 对 它事实上 在仅2023年 就有多个州 出台了将近30条 这样单单 把中国人挑出来 禁止中国人买房 和买地的 这样的一个法案 就大多数呢 都是在红州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非常担心的就是 你知道9月11号 就在前几天 一个叫中国计划 China Initiative 已经是被 在2022年 已经被叫停了一项 就是说 将无辜的 在美国进行研究的 中国学者 研究人员 定罪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政府计划 现在呢 已经被共和党 意愿又重新通过了 所以呢 这两 就不管是买地 还是中国计划呢 我觉得它其实都在 助长着 美国这个 整个主流媒体和政治 话语空间 对华裔和亚裔的 就是一个一个歧视 一个攻击 它会具体到社区的 每一个具体 每一个人身上 我想啊 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 都把问题都通通提出来 总是要有一个 比较具体的解决 这些方案嘛 对比方说 以你个人观点来说 有什么方式 可以来解决 你刚才所说的 我们讲了好几节 这些问题 或者是说 对于这个 Stabler hate 你会有期望 看到它未来 是怎么样的发展 对 我们的主要的 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是这个三个 第一个呢 就是继续系统的 来收集数据和研究 那么我们应该是 全国唯一一家系统的 针对亚裔的仇恨数据的 做了这样的一个 数据库和报告的一个机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呢 同时呢 在全国层面上呢 做一些 就是叫 Policy Adversy 就是我们做政策的倡导 我们会跟这个 像加州 乃至全国的 这个亚裔的立法者 然后包括主流媒体 我们一起来合作 然后告诉大家 这样一个事情 就针对亚裔的歧视 和仇恨攻击 是不能够被允许的 我们需要所有人 一起来制止这种 系统性的 根深蒂固的歧视 所以这是在政策倡导方面 我们也会细图 继续去跟进 那么当然呢 我们最后呢 我们还会 就是我们目前呢 华族会 Stop API Head 也都比较重视呢 就是说 怎么样去真正的 去构建我们 亚裔和华裔社区 当发生这种 仇恨事件之后 我们怎么样呢 有这个capacity 有这个能力 来自己来 就是说 来帮助我们的受害者 能更好地提供资源 和服务 就公民教育这一块 就对了 对 不仅仅是教育 而且很多时候呢 还是跟很希望 非盈利机构一起合作 提供非常实在的一些 资源和服务 比如说 那个 我们有你 有很多人报道到 OK 我被歧视被攻击 那他可能 很需要的实在的帮助 就是比如说 心理健康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更实在的 可能需要 接下来 可能如果工作受到影响 可能需要重新找工作 就是真的是帮助 他的身心恢复和重建的 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 那这些资源呢 也是不仅仅我们一两个 非盈利机构 就能够做到的 所以我们也是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跟很多的 其他的社区的 nonprofit一起合作 然后确保呢 我们在这个社区 就是每一个受害者的层面呢 给他提供真正的这个恢复和疗愈 明白 我想今天这个 从好几集一直聊到今天 真的受益良多 非常谢谢你的这个分享 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采访你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也非常谢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 好的 如果说您错过 刚刚精彩单元内容 没有关系可以在我们YouTube频道当中 重新的回问收看 记得留言分享跟点赞哦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日讲一讲 今天讲的话题呢 就是维多利亚的秘密 不再是秘密哦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看 这两天的维多利亚的 这个Fashion Show 这个大秀 它其实是成绩六年之后呢 强势回归了 这次呢 其实有不少的这个资深的名模 还有我们这个K-POP小天后Lisa 还有这个天后雪儿呢 有共同助阵跟加持 所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环节跟这个秀 那它曾经呢也被称作就是这个时尚界的这个超级碗啊 它其实每年的时候都会大概吸引全球到1000万的观众朋友来收看这个节目 在2018年的12月份的时候呢 它就播出最后一次 之后呢就暂时的哦 就不播了 为什么暂时不播呢 原因就是这个维多利亚的这个天使们呢 翅膀断了 为什么叫做这个翅膀断呢 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说 维多利亚的秘密 他们被大家被全球的人攻击说 他们的审美观太过的狭隘 什么狭隘呢 说给大家听哦 他们这个模特的标准呢 其实是要大概177的身高 然后大概体重是50.8公斤 然后腰围是24寸 这个是维多利亚秘密模特的平均身材 你想想看 他们又戴上这个大翅膀 所以就变成维多利亚秘密的天使 就是这样来的哦 那他们呢 这个有多少人哦 可以真正的穿出他们想要的这个衣服 走他们家的身材 所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记得当年哦 有些女性朋友想要穿他们家的衣服的时候 真的是要很努力的瘦身 是非常的辛苦 那由于这种物化女性 再加上以宣扬白人人种为中心的 这样的一个审美观念 其实将这些不切实际的身材 包装跟教育承受 完美女神的天使这样形象 因此呢 他在新世代的一些观念当中 就被舆论所指责跟炮轰了 像是80后到00后这段年轻人 他们的这个思想观念就觉得说呢 我们不是天使 所以他们发起一个 我们不是天使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对维多利亚秘密的宣传呢 是以外貌至上的女性主义呢 进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批判 因此他也被呢 就维多利亚也被这个 画上的不符合时代潮流 是一个过气品牌 这样的一个标签了 那很多人 那时候很多人响应 那时候其实我特别观察到 大家就觉得说 哇 终于松一口气 有人替我们说话 因为真的 大部分的女性呢 这个朋友们 她们身材真的没有办法 像天使一样这样完美 终于有人替她们说出口 其实要真的去关注 就是大家都要对自己身材 是有信心的 所以再加上呢 其实维多利亚秘密的高层 跟这个性侵富豪犯呢 这个是爱普斯坦 私下有交情 所以2019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决定说 这个秀 这个走秀 他们就决定是不办的 那美国的福布斯呢 甚至曾经是一度有写下 就是说呢 这个比起购买这个装饰 而且高质感的 这种华丽的内衣来说呢 现代女性更倾向要买iPhone啊 或者是更舒服的这种运动服 所以让这个维多利亚秘密 这个品牌呢 走上了转型之路 那之后其实他们公司啊 也开始在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会被大家群起抛轰 其实他们会开始就在转型了 他们呢 这转型的过程当中 就是包括全面的品牌的更新 他们不再叫天使 他们叫女性团队了 那最大的改变呢 还是模特的这个选拔 全部不一样 有包括同性恋的啦 有包括变性的啦 还有包括各个这个职业的人 包括像是记者啦 或者是这种滑冰选手 清一色的呢 就是你人生当中会碰到的 这些女性朋友们 来代替那些呢 所谓的完美形象天使的这样的身材 就是瘦骨灵形云的这样的身材 给这个女性的消费者呢 朋友们带出一些生活当中的灵感 也改变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维多利亚取悦男性朋友们的 内衣形象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包括他们维多利亚这个秘密的 这个首席的这个执行长 他们也讲说世界正在变化 我们却没有及时做出改变 所以未来我们将会追求女性朋友们 自己眼中的这个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而不是男性朋友们眼中的 这个女性的这种价值 所以他们出现了一个变化 是正面的这个变化 也受到大家的肯定 包括说他们强调说body positive 这个就是对自己的身材要有信心 来鼓励大家就是摆脱那种 追求完美身材那种审美观 以休闲内衣啊 还有这个运动内衣 来代表了代替那种丰满内衣 那他们同时其实也很聪明 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他们扩大了这个尺码 并且开发各种不同款型的 实用型的这种内衣 包括像是比方说 你有这个动过手术的啦 你怎么样穿这样的那一期 他们都在研发 来取代说当时男性观念朋友的 性感的这样一种象征 所以现在呢 他在2021年到2022年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销售开始有稍微往上升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呢 有出现了这个重新强势回归 这个Fashion Show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奇迹出现 那维多利亚的秘密呢 这个之所以之前会坠落 天使之所以坠落 后来又重生 是因为呢 品牌认同消费者价值观 这样的一个变化 转型成为一个全新的这个品牌 那我觉得其实我在欣赏 这一场这个时尚秀的这个同时呢 我看到这个品牌 很认真地在转型 那也认真地面对了所有的这些社会的问题 把这个品牌呢 从这个天上带到这个人间呢 更多更丰富的 更多元的这种价值观带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也希望说 这个品牌呢 可以承接更多社会道德跟社会责任 我觉得这个天使还是可以继续飞 那我不晓得大家看过了 这个这两天在播出的这个Fashion Show没有 其实真的是非常精彩跟好看的 那至于网友们 你怎么评论的话 我们也希望待会呢 大家也可以听我讲完之后 可以开始留言 我们来看看这个不同的网友 他说的 这个呢 是在这个Bazaar Feed的这个网站上面 有网友说的 并不是每个女人都适合世界上的 大多数产品 你应该选择真正适合你的 就是这样 其实没有错 所以这也是维多利亚品牌 他现在转型就是 找你真正适合的东西 而不是他先定在一个目标 你去适合他 再来另外一个同样也是来自Bazaar的这个网友们 他就说呢 如果你喜欢那就好 但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每一个人 如果你想穿他们的服装或内衣 问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对你为什么想要 你征求这个很虚滑呢 虚荣呢 还是你只是一种满足 就是说我也是可以变成天使 所以大家可以想清楚 你到底为什么 第三个网友他就说了 这个Tia Banks呢 结束了这场秀 简直就是完美 那些传奇超模们的魔力重现 维多利亚秘密今年真的是超越了自己 这点我是非常认同 因为看到这个最后资深的这位名模 在最后压轴出场 虽然岁月还是在他脸上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整个精气神把这场秀呢 带到最高峰最顶点 而且呢真的是维多利亚秘密 真的是超越自己 就像我刚才讲的 天使还是可以继续飞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日讲一讲 也欢迎所有观众朋友们 真的可以在我们官网上面留言 我们可以互相的讨论 互相的这个交流 接下来下一个单元 今才两趟当中呢 我就介绍这个 这个蒸酿番茄 我说这个番茄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这道菜其实也很容易做 一块来学吧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虽然说现在秋天已经度了 但是天气也是非常之热的 我想教大家去做一个 开胃小小的小菜 就是蒸羊番茄 平时蒸羊茄瓜吃得多 蒸羊苦瓜都有 但是你说番茄了 的确是少了一点的 但是你想想番茄这么鲜甜可口 配上一些精菜一定是非常好吃的了 那我们一起去买个菜 然后去看看汤师傅怎样教我们做 Let's go 好今天我们就来到南湾的一间超市去买这个材料了 首先我们要选的就是番茄了 大家看到有很多不同种来的番茄 师傅交代我一定要选这个大只的番茄 这样就会方便把馅让进去 而这种Hot House Tomatoes 它的体型明显要比其他要大 价钱是2.99一磅 我选了几个稍微软身少少熟一点的 好了就到买这个馅料猪肉和虾了 如果大家想好吃点的话 就要真是细心点买块肉回来慢慢切成肉丁了 这个猪肉这个价钱是7.99一磅 如果你真的懒的话 其实买较好的猪肉水也是可以的 好了最后就是虾肉了 无论是这些新鲜的或者是冰鲜的 都是可以做的 新鲜当然是好吃点的 价钱上来看 如果这包冰鲜不是特价的话 原价是11.99一磅 而这些新鲜的就是13.99一磅 其实都是差2元而已 大家就选 合自己的虾就可以买的了 好了买完菜了 我们就去找汤师傅来学习 做这道开胃菜啦 汤师傅、知心厨师 超过40年的攀任经验 曾在广州白天鹅任职 三藩市湾区割月菜酒楼 担任主厨超过30年 煲汤、点心 各种月菜真是没什么难到他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绍这个是 虾肉、猪肉、羊、蕃茄 因为蕃茄炒蛋、蕃茄炒蛋 蕃茄煮汤 大家吃得多了 今次跟大家介绍这个是羊的 我们用的材料就是有瘦肉 瘦肉有一磅 半磅的虾肉 几只冬菇 冬菇就切碎了 虾肉也是切碎的 猪肉也是用手切的 我们不用剁,切碎它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不一定要很紧实 我们把蕃茄放在里面 做法就是 我们把蕃茄切定 我们想它的造型很漂亮 我们选择一些 带有绿色的蕃茄叶 蕃茄比较大 才能让肉 让肉之前 我们把蕃茄放在里面 把蕃茄放在里面 先剪刀 先剪刀 剪刀之后 我们把芯留下银 留下银 我们将它煮成汁 淋在里面 将它剪刀之后 我们将芯滑出来 汁也不要浪费 我们将它淋在芡 这样 煮成汁 淋在里面 稍后我们做好肉馅 把肉馅放在里面 所以芯也要留下 现在我们预计了五个蕃茄 把肉处处处处处 现在就和大家说一下 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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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レオ 馅 馅 馅 過 馅 aunque 馅 多一点点 我们可以加点鸡粉 让它鲜味点 然后加点糖 糖加多2茶匙 不要紧 有糖才可以带起它的鲜味 我们把它拌匀 之后我们加点蚝油 让它更加鲜味 加点生抽 这个就不需要像 像剁肉饼那样 剁到它起胶 这个是不需要的 因为它放在蕃茄里 蕃茄已经有它的造型 所以松散一点也不要紧 最好吃下去有肉的香味 有汁就更加好 之后我们加点生粉 把生粉锁住肉汁 让它不会流失 把它拌匀之后 让肉更加滑 把它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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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好像很滑 这样就可以了 不需要拌匀 最后可以加一点油 少一点就可以了 把油和肉拌匀 这个肉馅我们就做完了 如果有些汁 我们把它拌匀 把它拌匀 让肉 我们不用拌匀 把它拌匀 把它拌匀 这道菜很适合 在家庭里做 大人小孩都对 本身有番茄的蔬菜 又有蝦肉的营养 猪肉的香味 什么都齐了 如果有很多馅 我们可以让什么都可以 不一定要让番茄 让苦瓜 让节瓜 什么都可以 都是这样的 同样原理 我们把它让好 水滚 水滚之后 我们把它放进去蒸 大火蒸12分钟 我们现在蒸12分钟之后 已经熟了 熟了 熟了之后 我们把它拿出来 之后 我们把番茄的芯 煮到芡 来淋上去 烧热锅 放一点油 少一点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把它挖出来的番茄芯 把它倒进去煮一煮 之后 蒸完那里有点水 你把它放出来 不要要它了 把番茄芯煮到出味 我们就加少许油 少许蚝油 番茄是酸的 我们要加点糖 糖加多一点也不要紧 因为番茄很酸的 好 好 番茄煮到出味之后 我们把番茄的银捞起来 不要要银 只要留下番茄汁 那我们 将它加少许芡 然后加点葱花 现在可以关火了 我们将它 淋在番茄面上 我们将它的盖子 放在上面 就是一个造型 虾肉、猪肉、羊番茄 在家做自己 放出来是不是很漂亮 师傅 这个菜 卖上真正好 很鲜艳 我觉得很鲜艳 非常有食欲 喝点茶 谢谢师傅 好茶配好菜 师傅 但是汉堡包 那么大 你怎么吃 我们来一个中菜西食 好吗 准备刀叉 对 先拿盖子 师傅 你为什么不连盖子 一起蒸 让它可以吸到熟 一熟 那我们的盖子 一会这样 就鲜艳 如果蒸过 就炒了 就不漂亮了 好像它买相 我们可以造型 原来是这样 我先做一个好东西 看看这个汉堡包 中菜西食 哇 我已经看到 你刚刚做的时候 我都问一下 真的比较好吃吗 但是 在师傅切开的一下 我明白了 肉馅我们看到 是有汁 是非常汁 然后满足的感觉 试试 试 嗯 这个好滑 是吗 嗯 哇 师傅 配上这个番茄食 一煮 因为这些番茄汁 滲进去 酸酸甜甜 然后加上 肉味 肉的鲜甜味 蛋牙的这个 虾和这个肉 咬得非常有口感 所以这个酸甜配搭 这个肉汁非常之棒 所以我们不用搭肉实的 哦 因为它散散地 就好吃了 是的 就是那个是 不会像很老 嗯 而且我想如果它是太实的话 蒸的时候 是不是会难蒸一点呢 一个 第二个呢 因为它不需要 它要紧实 嗯 它有一个碗 放着它 嗯 来个观众朋友 想重温我们这里 这么好吃 又送饭的这个 这个羊番茄的话呢 记得去到我们 在youtube的 e食知人频道呢 就可以找到了 哇 今天师傅推介的这个 这个蒸羊番茄呢 材料成本呢 是$24.97 刚四到六个人吃 酸酸甜甜 淡淡肉 真是拿来送饭 簡直一绝了 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啊 好的 马上进行我们三星一役 刚刚我们这个单元 这个做菜的这个单元 这个美食 如果说你想要重新回温的话呢 赶快看我们这个 youtube官方频道当中 这道菜我一定会做 而且我希望做给大家吃 我已经说出来了 好 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 这个三星一役 看到我们现场两位嘉宾 欢迎William大哥 还有欢迎Maggie 哈囉 今天要跟我们做 这个心理测验 我不曉得观众朋友 拿出纸跟笔 没有 我们这个先给大家 30秒的时间 你知道今天的心理测验 今天我们主题的内容 其实很贵喔 很贵 为什么我讲很贵呢 待会大家就知道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今天第一个题目 你们两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准备好 OK 来看看我们这个第一道题目 好 深呼吸一下仔细看这个图 你第一眼最有感觉 图中的哪一个部分 你第一个先看到哪一个 你会看到石头 还是男人的脸 还是一朵花 还是乌鸦 基本上呢 我是看不到石头 石头在哪里 我在看老饭店 我才看得出来 我大概 我啦 我会选这个男人的脸 那Maggie呢 我也是 男人的脸 我也是 我都看到石头和石头 不过 一看之前 就是看到男人的脸 OK 男人的脸 好 这个是Maggie 然后这个William呢 第一个当然看到 是B 男人的脸 但我也看到C 一朵花 所以你要选C 还是选B B啦 B啦 也是男人的脸 其实真的 真的我跟那个William差不多想 其实第二个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就是一朵花 对 因为有特别的颜色在哪里 那个乌鸦好像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也好像看不太出来 看不出来 这个是 这是我们第一题 我被讲观众朋友 是选石头 还是选男人的脸 还是选一朵花 还是选乌鸦 好 我们来再来看看第二题 好第二题 在黑夜里面 在很安静的黑夜里面 突然看到 发光的这个物体 你的直觉 选出那个光的来源 或是哪 从哪边来的 或是从哪边来的 第一个 仙女棒 小朋友在玩的那个仙女棒 第二个 小的圆形的一串的灯 永远很像Christmas那种灯 第三个就是 手机的灯 或手电筒 第四个街边的路灯 一就是 第五个就是 月亮或星星的光 再来就是灼光 再灼光 突然间黑夜里面有个灼光走出来 应该很creepy 很可怕 为什么 你选哪一个 小圆形 长寸灯 为什么 圆的 那里看到 所以你会选这个 对 你觉得直觉上 你看起来就是 可能 对 可能是这个 对 你呢 我的街边的路灯 为什么会有街边的路灯 就好像他去那个位呢 是有灯光的 他跟着灯光去 这一题我们三个选的都不一样 对 我们刚才第一题三个都选一样 选一样 这一题我们三个选的不一样 我选的会是 手机灯或手电筒啊 我觉得这比较make sense 如果说有特别的灯的话 一个 黑夜里面突然看见的发光 我的想法会是手机灯 跟这一个手电筒 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从我们这两个题目来说 你们大概还猜不出来 我们今天的主要要讨论的题目 是什么 对不对 你猜猜看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贵人 所以我刚才说很贵就是这样子 我们生命当中 我相信多少 我相信多少 我可能是人家的贵人 人家也可能是我的贵人 所以待会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说 你有没有成为别人贵人的故事 或者是你有没有接受过人家 帮助你 人家是你的贵人 对 待会我们可以 趁机也可以谢谢他们 对不对 好 来看看第一题 来看看第一题 第一题喔 好 这个第一题其实是 就是那个图像是要测出你人生贵人 会在哪里出现 你的贵人会在哪里出现 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出现 还在工作职场上面 好 选择这个石头的 我们三个都没有人选石头 看不出来 选择石头就是说 在工作的职场当中 在工作中呢 你具备积极主动专注学习的特质 这个使你在遇到困难时 可以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并且获得他人建议跟支持 这些特质容易让你受到上司 或者是同事的关注 并且吸引贵人来帮助你 帮助你提升技能克服挑战 所以你选石头的人 大概你的贵人就是在职场上面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好 选择B的男人的脸 我们三个都是男人的脸 对不对 你的贵人会出生在家 就是出现在家庭当中 你感性而且富有责任感 总是家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提供支持 也能坦诚表达需求 因此长辈在面临你困境 或重大决策的时候 会给予情感的支持 跟实际的建议 觉得准不准呢 我觉得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对的 所以妈妈是你的贵人吗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 她又帮我 我又帮她 这句话回答得真好 真漂亮 真的 非常有情商 高智商的回答 真的真的真的厉害 Waylen呢 不准 不准 为什么 其实应该选石头 选石头 对不对 你刚才就没有选石头 对呀没有啊 所以就不准 所以你的意思说 你在职场生涯当中 有碰到贵人 对对 好 待会跟我们分享 来看选一朵花的 选一朵花呢 你的贵人会出现在 过去的恋情当中 你在爱情当中很真诚 而且是体贴包容 这些特质 帮助你与办理 建立深厚的 性跟支持关系 当你感情上 遇到困惑的时候 朋友或导师 会因你的特质 事实提供理解 和情感支持 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就是过去的恋情 这些人变成你的朋友了 所以就朋友 会来帮 会来帮助你这样子 嗯 我觉得基本上呢 这个如果说过去的恋情 变成朋友已经有点难度了 那个朋友还变成你的贵人 其实我觉得难度更大 嗯 会不会是这样 你们觉得呢 通常过去的恋人 都不再见 是不是 你会这样子吗 你不会想要再跟前任见面 不会 都是朋友 但是不会说要求到他 是吧 有道理 有道理 威廉你呢 都不好意思出声 找他帮忙 你出声 不好意思 他未必一定会帮你 是啊 或者他都不会方便去帮你 可能我不一定要帮你 我们还是朋友 但是我不一定会想要帮你 这个逻辑是对的 再来看看 第一选择乌鸦的 好朋友们 你开朗大方 乐于助人 这使你在人际交往当中 建立广泛而且稳固的网络 并且你的贵人 可能来自你的社交圈 帮助你发展未来 就是你平常的这些 我讲胡群狗挡吗 可能会被骂吧 反正就是你的好朋友就对了 你的好友们就对了 好 这个是 测出你贵人会在哪边 再来看看呢 第二题 这个在黑夜当中 有这个亮点的 就是测出你近期 扭转财运重要的贵人 这个扭转你的人生 现在一个变化 好 选择仙女棒的 我们都没有人选仙女棒 选仙女棒是 你的财运的贵人 就是与你年纪相近的人 成长背景很相像的朋友 即使平常联络不多 一旦互动便可能激发出 与金钱相关的灵感 如果想要换跑道的话 朋友推荐能够大大增加 我们找到机会的这种可能 身边小伙伴就是你的这个贵人 所以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选择A的话 赶快看看你这个旁边 你这些好朋友们 哪一个可以帮忙你 赶快稍微就是对他好一点 对不对 好 来看看选择B的这个 这是威廉选的 对不对 威廉选的这个 曾经一起共事的同事跟伙伴 你的财运贵人 可能是曾经与你共事的老同事 虽然彼此走上不同的道路 但近期有机会再度相逢 因为共同的工作经历跟资源 或许会带来赚钱的机会 这跟你现在做的应该很像吧 对不对 你应该会问问老东家的一些朋友 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我觉得有点好笑 全中 全中 这个又出了 好的 刚才选C 我选C的 手机灯跟这个手电筒 这是最了解你的人 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 他们的建议可以看起来很像很频繁 但其实可以暗藏帮助你找到财路的线索 由于他们了解你给出的建议 往往最为中肯和可行 所以不要忽视他们的唠叨 问题是没有人最了解我 所以我现在一直都没有钱 就是这样子 问题就是这样 没有人最了解我 对不对 好 再来看看 选择街边的路灯 这个是Maggie选的对不对 好 就是主管跟长辈 这个无论你工作心情如何 都要好好依靠你的小主管 或者是职场的这个前辈 因为他们有可能会成为你未来收入的重要贵人 透过他们的指导跟帮助 你有机会改善目前职场的困境 或者加薪奖金 或是未来升迁的机会 他们将是你支持你成长的关键人物 嗯 我觉得这好像颠倒的 你比较像是人家可以帮助人家在职场上面的人 两边也是 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 好好好 再看如果是选择月光或者星光的朋友们 他的答案是什么 自己 自己就是自己的贵人 其实我们有想到自己应该也是自己的贵人 对啊 对啊 自己 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时候 虽然有人提供帮助 但也可能导致方向错误 浪费时间跟精力 与其等待他人不如成为自己的贵人 清楚自己想要的方向 勇敢追逐梦想 顺从自己的想法比迎合他人很重要 嗯 有时候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对不对 这个自己就是自己的贵人 其实这也很重要 对不对 这个倒是有一些哲理在里面 来看看最后一个 选择逐光的 我觉得很creepy的 逐光的 虽然 这是旧情人或者曖昧对象 虽然感情没有办法走到最后 但是人是一种缘分嘛 对不对 那无论现在感情状况如何 过去的默契和情感 并没有随着时间消逝 在时间累积下 升华成为互相欣赏的使命感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曾经相爱的对象 会义无反顾的提供支持 两位有碰到类似像这样子的吗 Maggie刚才说没有 我想没有 对不对 我有点有吗 都没有 我有点不敢讲 因为有老婆不敢讲 如果有的话 不可以讲 但是没有 就是没有 对不对 好 其实我们今天又跟大家来玩玩 就是贵人 对 就是我刚才讲的嘛 自己可以当自己也是贵人 或者是说生命当中 就是有哪些贵人可以帮忙 对不对 或者你也是别人的贵人 那我自己先分享一下好了 我觉得William就是我的贵人 真的 为什么我会来到天下博士主持节目呢 对不对 那其实他穿针引线了好几次 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 我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 而且我工作上面非常开心 其实我就觉得他就是给我的一个机会 这就是一个贵人 虽然他可能是只是轻描淡写的 或者是说他可能只是 只是随手一下而已这样子 但对我来说意义就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的 或者是不经意的帮助人家 可是那个帮助其实对对方来说 可能是很大 对不对 你怎么都没有感动一下 我讲的这么多 我觉得其实大家朋友互相帮忙 是很简单的事情 不需要说贵不贵人 就是我们经常都出来 那些朋友喝喝吃吃吃聊天很开心 就是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喂 只是回答他声而已 对不对 就可以帮到朋友的味道 很少事 但是自己做到 是很开心 好像我一样 你问我哪个是我贵人 因为我老闆 我不知道我老闆 要用了多少力才能把我进来 可能很少力 或者什么 现在大家都做得开心 我们相处大家 其实你知道 我觉得把威廉人的标准 再提高一点 就可以解释得通 因为其实我觉得 照这个逻辑 每一个人生活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贵人 对 这样也可以解释 Maggie姐姐有没有是别人的贵人 还是别人有帮助你 你有没有贵人 我所谓贵人 未必是在钱财上的 如果你有困境的时候 有人可以帮助你一把 钱方面 那当然是贵人 钱方面 关系方面 对 或者人家说一句 可以入到某公司 如果这份职业是很合自己的 那个介绍给你的时候 都不知道是否适合你 但是他好像你说的 川针引善 他拿到这份工作 现在他开心的 大家做得好的 那当然是贵人 但有时未必是 做了之后他怨你一世都不做了 是吧 但是我来说 我小时候 我觉得我的贵人就是我的补习先生 因为那时我十岁至十四岁那段时间 是最反叛的 读书又不是很聪明 我没有这个补习先生 他已经不在了 但他是带我十多年 但我从小到大 那段时间 最反叛的时间 有这个补习先生 令我走回正途 是 对了 因为那时在香港环境 有开派 我妈妈跟后常常管我 很多自由度太大 有我帮了先生 每天和我补习 有一个时间 他有时煮飯给我吃 对我很好 而且很鼓励我去加拿大读书 这个我去了加拿大之后 頭頭當然是艱苦 但我想起這個是我的貴人 如果我沒有離開香港 可能我的整個命運都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尤其在成長過程當中 如果有一個人在你旁邊 可以引導你走上正確的道路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老師其實就是學生的貴人 就是你在他成長過程 你給他一個正能量或者是正式的道路 他搞不好將來你培養出一個總統出來 因為你的一句話 或者是你的一些主動 幫忙他引導他 其實就是一個貴人 我覺得就是這樣 是啊 之後 例如你工作上 你當然需要自己努力 有個貴人給你一個地方 你開了門才能拿到一些金 如果他介紹給你 你都不敲門 就等於無用 就是一個橋樑 搭了一條橋 你都要走過去 是的 威廉本身你一直講我沒有貴人 我也不是人家的貴人 一直強調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所謂貴不貴人 都是你一個機會 一個機會 都可以說說有的 以前在香港 我都有些同事是很幫我的 沒有這些人 可能那樣東西我又不可以堅持到那麼久 就是一樣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如果用貴人這兩個字 我覺得就好像很神奇 我覺得始終是人與人之間那種關係 會實在 實際的這個解讀 所以不管怎麼說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把這個話題帶給大家 也主要是讓大家稍微去思考一下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覺得今天的議題是很有意義的 雖然可能稍微的嚴肅了一點點 但是其實我覺得可以啟發我們觀眾朋友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一起做這個心理測驗 最後我們要祝福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週末要做什麼 weekend要幹嘛 我今次嗎 我要去表演 表演 weekend要幹嘛 要看音樂 weekend的時候我好好睡覺 同時我要看看我們今日看天下 所以觀眾朋友們如果說您錯過我們這三集 這個禮拜的精彩節目的話 可以在這個weekend的時候 重新的再回溫一下 好的 那我們這個最後祝福大家 都愉快又健康的週末 我們下個星期二再見 掰掰 掰掰 因為 這 一個 我們 感谢观看